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样的话他这场的如果要想获胜的方式就非常的单一了 这场比赛也是刘威签约武林峰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他对阵的对手曹志阳来自嘉兴 同州搏击 其实这场比赛我想很多全民朋友也都非常的期待 我记得在这个魏锐亚洲挑战赛的时候 刘威挑战魏锐 当时采访的时候刘威自己包括全民朋友都觉得说是 刘威是实力大于名气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我这样说可能又有全民会喷我了 但是通过他与魏锐的比赛之后 我觉得就将近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 议论的最多的就是刘威 就一下子我觉得名气上升了许多 我们就说这像什么呢 咱有句老话叫什么呢 叫施金子他永远就会发光 就是对于咱们类台上选手来说呢 这个名气 他呢有时候可能会晚来一些 但他如果你有实力他一定会来 我们看在这个超众被扣掉一分的情况下 刘威与曹志阳这场比赛 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面 是 从目前来看 刘威在场上打的还是整个的对于比赛的控制会更好一些 他一直压着对手在打 连续打敷 高扫防住了 再接 再加一个 整个刘威现在状态是比较从容的 而且呢他对于对手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 你看一直是把对手压在这个边角或者是这个围绳的旁边 漂亮 就我始终把你控制在这个最危险的一个阶级 看看这连续这一组连续打敷 然后对手手一放下来 然后马上 这个前侧 然后应该就打的都往头上 对 其实曹志阳是有点硬 就对他的这个刘威的拳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 对 确实对对手这个整个的气场 哑惑感非常强 刚才那下虽然倒了 但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加上这个脚底的重心和有点滑倒了 对 对 阻拦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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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脚照 外线 外线 往那边照 阻拦 外线 外线 又被挤到了围绳脚 是 这个时候其实按说呀 这个曹志阳 他应该多加快这个移动的步伐 然后大幅度的这个往外头绕 确实你有时候你就必须在这场上要承认 就对方整个的打法压迫感很强的话 这个对你这个控制一方面是技术上的 一方面还有你这个站在面是这个技术上 一方面确实还有这个现场气场 你比如说我是吧 我要站在场上 我和这个刘威达或者我和曹志阳达 对方可能一跆拳我就怂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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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福建龙心搏击的刘威 蓝方选手来自嘉兴同州搏击的曹志阳 是 对于刘威来说这场比赛的那个目的肯定很清晰 那就是KO或者TKO 是因为我已经超重被扣掉一分了 对 要赢就是这么一条路摆在面前 但是从第一回合上来看 刘威还是在优势上还是拿到了不少 你就看第二回合曹志阳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战术的变化 经过调整之后这第二回合刚开始上来之后 就能感受到曹志阳他的整个节奏的速率变化了 你看整个脚下的这个动作 就动起来了 延续高扫 加一拳加一拳 踢完跟一拳 踢完跟一拳 好刘威 要往前 有一个地扫 漂亮 但是对于刘威来说你看这个曹志阳他的这种点撞的这种进攻 就是影响力影响并不大 就是一下一个高扫或者再接一个高扫 这个刘威他能很清晰的防盗 是 所以看起来他的这个比如说你的高扫也好啊或者你的这个后视权也好啊 这个很猛力量很足 但是对对方的这个防守没有打破 对 他又被挤进去 对你看你看你看 刘威现在这个这个打把大大大現在是一下把刘威现在这个这个打法就是一下把这个刘威现在这个这个打法就是一下把杀杀他这个防守把它打乱了 对 你看刘威现在这个打法 曹志昂抗击打开是挺好的 他很清醒了 因为他这种高强度的压迫 这个其实对于曹志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是你看他起来之后 这个战斗欲望和经纪人依然不减 这个也很厉害 但是就是对于曹志昂来说 他要想改变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他肯定是不能老这样点撞的进攻 然后呢他的这个脚下的这个移动也要再加一起 对 你站在那之后你就等着刘薇打进来 那不行 是那肯定是不行 刘薇的压迫性很强 对 尤其是刚才两个在那个绳脚边上的时候 刘薇的这种组合式的这种进攻 是 威慑力很大 把你摔倒了 我去 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 其实曹志扬在对刘威的时候 我觉得前两个回合来看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回合起初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表现都还能够和对方的咱们说拜拜手腕 然后呢再往后再往后一方面可能是这个技能 一方面呢就是刘威他的这个持续的 持续的这种压迫和这种持续的输出 对于曹志扬来说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但刘威确实就是压迫 压迫进去拳法的一个进攻 就是很稳稳的进去 然后呢你要是这个手呢 想让你放起来我就打斧 你手一旦稍微放一点 马上这个进攻就往头上上 你看两位都在等 都在等 刘威在迎风是战胜着郑军风 点赴魏锐 曹志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战胜了王王李 漂亮 前手拳一虚晃 然后后手拳直接跟上 你整灯 还一个 你不要往那边转 转出来 走 他进来就放进去 漂亮 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的叔叔过你 走 走 你进来就放进去 时间要是这么往后拖着 对于刘威来说 就是个问题 因为他要不是 要不是抓紧 在这个优势的状态当中 把对方击倒 那这场比赛他拿不下 你怎么管他 高度能干扰他 干扰他 直接摆没事 小刀分析一点 高度干扰他 小刀落地就去 7 放 放 5 50秒 小刀 上去 7 前摆 前摆在 前摆在大摇 再有 再来 4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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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前摆 但是乔诚来说 现在这个打法是对的 这个如果能够把 我被冲着你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后面时间拖完 那这场比赛就 就胜利就拿到了 有的 有的 没事 漂亮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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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得好 走 走 走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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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还没支持 成腿 对 你败 漂亮 他手痛了 两次 10秒 10秒 他打不进来后面 10秒 再来 再来 别动 别让他进来 别让他打护车 走 就踢到0 5秒 有了 有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曹志杨的高扫啊 他的高扫其实对刘威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有影响的 是有威胁的 尤其是在这个比赛 临近结束最后一分钟左右 他在整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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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